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解空第一 虚菩提尊者 虚菩提它叫解空第一 解空就是理解 善见 就是能够明白 用现在话讲 人家做个动作他就能明白 人家说一句话他就知道后面你会讲什么话 解空非常有智慧 这个虚菩提它出生于黄舌城的婆罗门家庭 也是贵族家庭 它从小就非常非常的聪明 而且比别人都聪明 这个小孩子 但是性情倔强 而且它非常的好称 是动不动不发脾气的 据说它是由三神引导而归于佛陀的 虚菩提也有自己的特长 它善解空意 智在空济 就是智气在于这个人空的济静 它能够理解啊 讲一句什么话人家都不理解 它先笑了 它就明白了 解空了 它把空里贯穿于自己的一切言谈举止当中 有一次它在罗岳城其诀中 缝补衣服 佛陀突然来到这个城 它跟佛陀不是住在一个城里的 当时呢 百姓纷纷前去迎接 礼拜 它本来也想去迎接佛陀 但就在自己要动身的一瞬间 它突然之间用现代话讲就有个灵感告诉它 一念思及 凡所有像 即是虚妄的空理 它心想 我不应该以色身去看待佛陀 然后呢 真正的礼佛 我要明了诸法 信空的地理 地就是真谛的地 因为所有的信都是空的 我的法身去的也没用的 我心没到 它的意思呢 我用心去迎接 用我的真谛去迎接 所以他就没有去迎接佛陀 但是他这个做法之后了 没想到佛陀 他后来能够知道 这个虚菩提 没有来接他 但是第一个心就来接他了 结果佛陀就给他高度赞许 这就是佛陀为什么称他 第一个来迎接佛陀的人 很多弟子说 佛陀啊 我第一个来接你 佛陀说不是 虚菩提第一个来接他 人没到 心到了 由于虚菩提 善解空意 他非常知道 这个意思 所以我跟你们说 为什么到了后来 大法师高僧大德 他不要讲话 他就知道 所以你看这种大法师 你跟他讲话 他永远肖肖 因为他知道 慢事皆空啊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空的 没意义的 所以呢 虚菩提呢 对一切事物呢 他都不会起执着 他不跟别人 争颂 就是不跟人家争辩了 用现代话说 你不跟人家争辩的人 说明你这个人很有智慧呀 你去跟人家吵架的人 傻不傻了 所以虚菩提不起执着 不起征送 胸襟宽阔 豁达自在 所以佛陀当时就称赞 虚菩提 说你已经证得 无争三昧 无争知道吗 不跟人家争的 不争三昧 三昧是什么 智慧的解脱呀 佛陀当时讲了 这个虚菩提 以证得 无争三昧 是人中第一 这么多弟子当中的第一 是第一离遇的 阿罗汉